文连语,冬天,是盼望于长雪的,雪是冬月天地间的精灵,有了雪做铺垫,寂寂萧色的冬,便增添了几分失忆与灵动,沐浴在一片冰晴玉洁的童话世界里,素心若雪,清凉若心,那一片纯白,像飘落了一地的回忆,既喧嚣又安静,既清凉又温暖。 你看,雪落在哪儿,都是一幅画,一首诗,雪落在窗前,窗寒系领天秋雪,门波动无万里船,你可以以窗而坐,吸一杯清茶,落雪拼蝉,窗外雪纷纷,路内人寂静,半感青烟缭绕,仪式禅意幽远,轻轻拨动着心弦,薄了又薄的心事,凉了又凉的锯子,暖了又暖的心念,就这样。 落在了我的窗前,温润了我的心前,却落在空旷的大地上,白茫茫一片,银砖素果。 千山鸟飞绝,万金人踪灭。 孤舟苏利翁,毒掉寒香雪,这是怎样的一种意境? 一个人,走在寂寥的原野上,脚下是矮矮白雪,寒风吹彻,毒掉一江寒雪。 天地苍茫让我行,腹袖而去,身后留下一行瓶瓶色色的韵脚,和一副冷寒清雪的背影。 雪落在褪金繁华的树枝上,忽如影叶春风来。 千树万树梨花开,没有了枝枝漫漫的纠缠,删去了喧嚣与纷扰,嫌异的枝芽伸下雪后的壁空。 肆意剪流云,如影吕西风,简洁静美,苍静挺白,玉骨穷枝,沉静从容。 最喜欢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一段结束语,好一次是见鸟后林,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,宝月出家了,一袭长山,一昧翩然,看大了一切。 开破了世事,俗心一颗,凌凌然走在白雪苍茫的天地间,红尘俗世被远远的抛在身后,风间俱静,是怎样的一种空灵雨明镜。 小时候每当看到这一幕,总是不懂,而现在到了人生幕去,越来越感悟到了其中的禅忆永远。 深深的体会道,一切终将远去,万事结尾浮云吹过,任何时候,简单和干净都是这个世界最饱满,最有震撼力的东西,万事万物都是慢慢往回收的。 啊,那些仙衣怒骂,甚是白华,最终都会被这简洁的一笔,轻描淡写成一幅山寒水树的水墨画,将喧嚣挡在红尘之外,山白又简,清凉绝绝,只剩下一片简单而干净的纯洁世界。 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,年龄越长,越来越懂得甘然从容,少了欲望,多了沉静,岁月吞去了那些华丽的外衣,只留下一颗纯净如雪的心,简明恶药,沉静内敛,从容达观,有着盛世的清凉与璀璨,不再追求那些无畏的身外之物,不再计较别人的评判,不再贪恋浓烈与相艳,不再纠缠是非恩怨, 能够深情的活在这个多彩的世界,已是对人生最好的交付了,学会妥协了,学会看淡了,与生活和解,与内心和解,与世界和解,渐渐的懂得,岁月是一本无字经书,它能教会我们许多许多,在俗世里美好而诗意的活着,每天都能看见欢喜,比如窗前的一朵闲人,阳台上的一朵金花, 安全的一抹暖阳,手中的一杯清茶,以及直接的一缕墨香,将琐碎的日子过成诗,将烦大的人生走成话,随遇而安,随喜而喜,浅行浅歌,到最后,修得一颗慈悲心,一颗清凉心,是岁月最大的恩赐,这一生,无尽霓裳, 保释渐凉,暖过一回,亮过一场,浮云吹落雪,是位煮成茶,空山人志愿,回首落梅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